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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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五年前就有一群在居家類別的電商龍頭們 每一個創辦人他們在他們自己的專業領域裡面 都已經到達了一個巔峰了 他們很期待可以運用自己 就是過去十幾年來的一些經驗值 成立一個屬於台灣人的品牌 然後屬於台灣的一個全線型的巨大品牌 所以五年前呢 在這樣子的契機之下就有了這個品牌的誕生 他並不是說把原來的公司就收了 然後來成立OBIS不是這樣的 所以才會又找了我 在中間做一個整體營運規劃的角色 我們想要成為台灣第一個一群定音的居家類別全線品牌 但當然在這過去的幾年來裡面 我們遇到了很多我們意料不到的狀況 因為整體的電商環境變得非常快速 不管是廣告的演算的方式 或者是投放的方式 或者各式各樣的行銷工具 它其實每天都在推陳出行 那其實我們在品牌定位上 即便我們想要一如初衷的去完成我們 初始的使命感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其實在做非常非常多的調整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我們很想走的叫做北歐風 你會發現你網路上一打北歐風 大概有幾百萬種的商品類型 所以我們當初就決定 至少我們的整體呈現風格要已知 所以走到今天十日今日 我們其實已經變得比較走向極簡風格的一個居家類別商品 第一個我們著重的是安全 第二個我們想要讓消費者明白一件事情是 其實在很多歐美國家 床墊、家具這種東西它是消耗品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在東方國家 尤其是亞洲國家會認為 我一組沙發買回來 我就是要它做一輩子 那當然品質是一個問題 可是第二個問題是比如床墊好了 你躺在同一張床墊上十年 基本上彈簧是不會壞掉的東西 可是我們人有毛屑、皮屑、然後有塵蠻 這些東西在同一張床墊上十年 那過去因為這些家具的價格都被拉得非常高 所以大家會捨不得換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一個比較公開 比較合理的價格單 讓消費者願意開始接受這件事情叫做 其實我們的家具不是傳家寶 它是一個小好評 這可能是我三五年之後 我想在我家裡換個風格 我不會捨不得的 其實我們一直很希望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一戰夠足 所有消費者 你從起床的那一刻到你睡覺的那一刻 你接觸到的商品都可以跟OBC有關 我們到底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同品質我們的價格一定更低 同價格我們的品質一定更高 這是我們極力在追求的事情 我們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